紅佛派的元柳在清朝行公然間 每人執政和喜倌因為愛好寶術 投入了少林子門下學藝 大致善善思為師 經過多年的試驗 學了一身的武藝 及歐朝令火燒少林子 他驅逐到廣東 投入李祖寬的門下以致龍道合 一臉嚴重李祖寬敗洪喜倌為師 得到他的爭存 後來八排山進入了清華寺 上海為生 翻航雲尼 於法事之餘 他勤集武功 武生修煉 最創出 本鄉莊長公 有一天 雲尼在戰前練武的時候 突然見到兩頭巨鷹 在空中襲擊 上下翻舌 穩健 非常 參與 參與雄獅所傳的湧營權 他配合自己日籍苦練的門鄉長公 會合成為雄權佛長 後世的人稱為雄佛派 現在表演的都是雄佛派的武衆 雄佛派傳到第五代 成字背的胡通祖師 白武通 將雄佛派進一步發揚江大 傳遍海外 至今已經傳到第十三傳 射為雄佛派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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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